就是我們先把其實樞紐分析表使用方式的話你可以先把游標放在裡面 或者你把範圍選取其實也是OK的 比如說TosoShift向右向下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告訴他說我們這個地方要做的這個樞紐分析表的範圍在這裡 那再來的話各位可以在插入裡面找到樞紐分析表 那你點之後的話這邊有個樞紐分析表 那點下去之後的話他會問你說你的這個範圍在哪個地方 他會自己幫你做選舉 或者你有不要放在其實這個範圍裡面他也會自動偵測 然後按一個確定 那確定之後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這個地方就會產生樞紐分析表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做樞紐分析表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樞紐分析表裡面呢他的結構 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上方就是我們要的欄位的有沒有新增道 然後報表的欄位有這一些包含年度、月份、營業處、姓名等等 一直到那個毛利的部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使用這一些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交易額 放在裡面的話 那這裡我們可以用一個方 就是直接可以把它拖拉 到哪裡呢 到這個 下方 下方的位置 那你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底下呢 會有幾個選項包含就是 這個報表的 這個篩選 還有欄跟列 還有就是說你要加總的範圍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針對的是 哪些資料去做篩選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相關的這個設定 那裡面的話呢 包含 在樞紐分析表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你點選樞紐分析表之後呢 上方也會有出現那個相關的工具出來 那裡面包含就是選項跟設計 選項跟設計可以在這裡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那比如說呢我們接下來 比如說在這邊 裡面 第一個 來看一下這裡的話 樞紐分析表的使用 那比如說我要針對交易額的部分去做設定 交易額的地方做設定 那如果說呢我今天 各位可以看到如果說我這個地方欄位都沒有做勾選的話 那裡面是不會有任何反應的 不過我這個時候如果把這個 交易額的部分打勾之後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把那個 交易 就是交易額的部分呢 做一個加總 這地方就有個加總 那這個地方假如說 比如說第一個老闆問說 請問一下你的 全部的營業為多少 你就直接把交易額打勾 那各位可以看到 你打勾這個交易額之後的話 那底下的這個地方有沒有 加總的部分 他也會自動怎麼樣 產生一個交易額 也就是他自動會幫我把這個交易額放在 加總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當然這個地方計算不只是只有 加總 你也可以做一個 做一個其他的相關設定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再來就是說 第二個 老闆要問什麼呢 你應該會把這個交易額放在 你應該會把這個交易額放在